沾多一点水分 有些需要填满的非白 我们就尽量在它这个纸没有干透的情况下 赶紧填充起来 下面的非白渐渐的少一些 让它上下有一个过度 水分多了之后 这个非白就不会那么的明显 而且跟用笔的这个倾斜程度也有关系 用笔的时候稍微倾斜一点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粗纹的吸水性没有细纹还有中粗那么的快 但是它整个画面的效果是比较均匀的 而且是沉淀也较少 可以呈现出一种很饱满的效果 这些是其他两种画纸都没有它能达到的那个饱满的程度好 现在一个波光淋淋的海面的效果基本上已经出来了 我们只要掌握对每一张纸的特性 然后相对应的选择你要画的画面 然后这个画面的效果就会比较完美 而且这个也不用费太多的力气 如果你画这种海面选择的是细纹的话 可能整个海面就会比较崎岖 或者是比较花画的 中粗的话效果虽然也可以有 但是没有粗纹这么的好 所以我们要提前先了解纸的一个特性 粗纹就是适合画一些留非白的 或者是大面积的 这些都是需要你这个颜色面积比较浓重 然后比较均匀 然后稍微大一些 海面基本上就画完了 最后做一些小的调整 它干的速度是比较缓慢的 所以下面我们画的比较晚的地方 还是可以做一些后期的色彩 运染和添加 现在我们来试一下细纹的绘画效果 细纹是比较适合做一些细腻的画面 比如说人的皮肤质感这一类的 或者是一些花卉的细节 所以我们现在先画一个人的皮肤的质感 截取一个鼻子的局部 细纹纸的纹理比较细腻 然后就可以画这种比较细的线稿 那如果用中粗或者粗纹呢 它这个线会有一些不直 或者是没这么细 所以我们也要起稿的时候 要选对这个相对应的纸 那如果你想画细腻的线稿 一定要选细纹 其他的纸效果并没有这么好 还有一些比如说防水水性笔的勾线 也要选择细纹 因为这个粗纹在粗纹上画 会有一种起伏不平的感觉 你的线稿会变得很乱 在细纹上面起稿也要注意要轻轻的 因为如果我们要后期修改线稿的话 你这个铅笔或者是水溶彩线 擦得太用力 你花得太实际需要很用力的擦掉 那这个细纹它的表面比较焦嫩 这个纸可能会被损伤 所以我们起稿一定要轻一点 或者是先起一个草稿 之后我们用透写台去把它透出来 轻轻地描一遍也可以 这也是一种绘画的手段 起得轻就可以很容易地擦去 就是要轻轻地描一遍 下面开始上色 因为它细纹 干的程度非常的快 所以我们要先试一遍水在画面 它这个吸水性非常好 已经肉眼可见的速度 已经把它水给吸掉了 那它会干的速度非常的快 所以我们要补充 也可以整个用喷壶喷一遍 然后再画 加水是为了增加这个颜料的 就是减缓它干的干燥程度 和增加它这个延展性 这个纸比较平滑 所以我们画上去基本上 不会留太多的非白 然后也不适合较大面积的绘画 如果大家手速不够快的话 我建议就整幅画刷一遍水 或者是在你要画的这个区域先刷一遍水 然后让整个纸浸透了 然后我们再进行上色 这一遍水的水 120 绘画得很均协的数量 我们再进行上色 再进行上色 为什么不能再进行上色 因为就是稿的稿 然后很明显水质的画面可以直接用细纹来做 干得很快 我右边的水才铺弯不久 然后在上侧已经有一些运不开了 鼻头的颜色尽量的深一点 然后鲜艳一点 因为它是整个面部的一个中心 细纹的纸张对颜料也非常的敏感 其实你这个笔上只有一点点颜料或者是你的调色水 然后已经有色彩的倾向了 然后你把笔涮干净 然后在上水的时候 这个纸上还是会留下一些有色彩倾向的痕迹 所以我们用细纹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这些细节 以免就是有一些意想不到的这个效果会影响画面 鼻头那里的这个有一些比较明显的水渍 然后是人物是需要这种水渍效果的 看起来也是比较自然没有很突兀的感觉 它这个水渍酸明显 但是不会说很夸张 所以我们现在都会有缸砂灭的浮试 这些水温献的显色度 但是我们已经有很多水温的浮试 我们可以看起来 我们的水温的浮试 我们的水温有点多重受 就是刚才说的画面对颜色的灵敏度非常高 所以我们画一些颜色较浅的画面 就是可以用细纹来画 那如果你用中粗或者粗的话 它这个颜色较为不明显 而且就后期我们进行扫描或者拍照 就是你这个颜色特别的淡 就变化很微妙 但是它这个粗纹 它又拍不出或者扫不出那种微妙的变化 那你基本上就等于白画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选对纸张 这一块颜色的倾向有一些偏冷 是因为刚才调的色 是一笔冷色 即使涮了水它也是很容易 就是在画面上呈现的 所以画细纹的时候我们要小心一点 如果出现这种哪一笔颜色比较不理想 那要迅速地把它修掉 要不然它干得修得很快 也是来不及修整个画面就 效果会被影响到 特别是画远处这些 较为自然的怨染效果的时候 一定要先铺一层水 让每个颜色的衔接 它都是比较自然的 脸颊这个地方 色块可以稍微有一些 边缘的效果 就是边缘可以稍微硬一些 不用这么柔和 这样就不用先湿水 水铺错了 也可以直接用纸巾试掉 它干的速度很快 所以不会受太大的影响 细纹的 纸张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你如果 涂的颜色很薄的话 可以叠加很多层 然后每一层叠加 它那个细腻的效果 也可以显示出来 这是其他的纸张 所达不到的一个效果 在眼窝这里加一点环境色 就是眼珠会影响整个环境的颜色 这个纸的这种细纹 可以把这个微妙的色彩变化 给表现出来 有些地方没干 那我们就要等一会儿 再上这个雀斑的效果 掌握每一种纸的这种特性 除了认真的去听课以外 还是需要自己回去多做实践 你才能真正的了解 这个它这每张纸 它的干湿的程度 或者是颜料在纸上 一些特别的效果 都要自己用手去体会 所以课后可以大家做一些 小练习 画一些简单的物体 用每一种纸都画同一种物体 试一下看效果有什么样的区别 最后的这种东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加多一点雀斑看起来是比较生动一些 像这种眼球 白眼球的一些比较微妙的灰色 然后细纹都可以很好的表现出来 远处的就不用画得这么具体 用细纹刻画 它整个皮肤的质感还是非常的细腻 然后效果也非常的自然 它这一些小的蕴染小的渐变 还有一些微妙的色彩变化 细纹都可以很好的表现出来 上完颜色之后可以用这个水绒彩纤 然后我们来强调一下有一些比较实的线 注意要相对应你这个画面的主色调来挑选水绒彩线 比如说这幅色调是一个 它人的皮肤是一个粉粉的感觉 那我们如果用红色或者粉色会重色 用一个棕色的话 比较适合整个画面的一个基调 它比较适合做人物的一个皮肤的轮廓线 最后给画面加一些效果 添加一些水质的花瓣 线上一面水 我们需要一些比较大的圣化的效果 可以看一下这个细纹的生化效果 是非常的细腻的 但它干掉之后 水渍又比较明显 但是也不会特别夸张 所以用细纹来做这个水渍 或者生化效果比较适合 不同时间去上这个水或者颜色 在不同的纸上呈现出来的效果 也都是不同的 所以可以说世界上没有两张 水彩画是百分之百一样的 这个生化的效果 还有这些水渍的边缘 就跟人的指纹一样 变化特别多 然后跟天气湿度 你纸张的选择都有关系 感谢观看 这是加水的圣化 因为这个纸干的比较快 我们要抓紧时间 处理自己想要的一个效果 现在画的这一小区域 就是底色已经完全干透了 我们在画的时候就变成了一个叠色 感谢观看 画出这个花瓣由近到远 然后一层一层的 比较清透的效果 最后来调整一下画面 加一些比较明显的水痕 画好之后整个画面就完成了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画完之后 这些颜色在纸上显示的效果 这张是霍豆腐300克的细纹 它干掉之后颜色显色特别好 就是有一些颜色的细节 都可以比较饱满地呈现在你的纸面上 纹理也是细腻的 所以这个纸很适合做一些 比较细的画面 然后比如说一些人的皮肤 都可以很好的呈现 这个是霍豆腐300克中粗 它做这种水彩的拼接效果非常好 而且霍豆腐它的这个显色 也比较鲜艳 可以画出一些水果的体块感 阿湿300克粗纹 它干掉之后 显色还可以 然后这些纹理比较粗犷 适合做大的画面 颜色肯定转的 字幕之所长 都有 证明的